如何让一辆来自二战时期的古董车重新散发光辉 1984年 这辆MGTA的残骸被一名商人收藏 时代的魅力很快就令这名商人着迷 他开始倾尽所有想要修复这辆车 这对资金雄厚的他来说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直到残酷的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随着年龄的增长 商人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之后他不得不抛弃这位同病相连的老朋友 此时汽车维修师二人祖蒂姆和福兹驱车赶往这位商人家中 丽莎和杰克与他们会面 正是他们写信 希望维修师们能够帮他们实现梦想 重新修复车主德里克的MG 随着仓库门打开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堆堆杂物 曾经尊贵的座驾如今俨然成为了子女们的储物家 这辆来自1938年的汽车依旧散发着运辉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 岁月仿佛一年尘土 轻轻拂去 就好像能够穿越时间 MG在当时最高时速可达80迈 无法想象 开着这一辆双门汽车是多么拉风 当时的售价是200多英镑 但现在价格却翻了百倍不止 福兹看向这辆车 在疑惑 这辆车的修复程度已经很高了 而子女们表示 曾经的这辆车也只是一堆残骸 都已经修复到如此程度 又为什么半途而废了 维修师蒂姆和福兹两人打算匿名去拜访车主德里克 但当他们见到德里克时 两人心中就有了答案 车主的鼻子上插着呼吸管与他们谈话 德里克曾为了修车特意去大学学了修理 他一点点地做出修复部件 直到将车修复到现在的模样 子女们又道出了后面的故事 德里克在30岁时患了心脏病 不久就做了搭桥手术 从那以后身体状况就开始恶化 并且又患了肺纤维症 尽管现实如此残酷 德里克依旧希望能完成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蒂姆此时已经暗下决心 他们要帮助德里克回到仓库 福兹已经开始为车辆进行检查 这辆MG被塞了一堆定制部件 但从未启动过 就像外表完整的一座威楼 潜在的风险是致命的 福兹甚至无法转动发动机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卡住了 总之还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他们将MG送上了拖车 此时德里克的子女还在担心 即使没法修好 也起码要维持原来的模样 否则德里克要大发雷霆 此次任务依旧紧急 他们要在德里克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之前修好这辆车 给车主一个惊喜 维修难度很大 要找出藏在机械结构里的问题 就好比在一堆点好的衣服里翻丝房前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经过检查 福兹发现发动机内部暂时还没有问题 这让他们一下子就能排除很大一部分故障 但坏消息也很快接踵而来 发动机的基盖上有一条裂纹 冷却液在低温环境下给发动基盖产生的压力 导致其开裂 内部遭得一塌糊涂 外表也有许多瑕疵 看来两人要从长记忆 要制定一个新计划 首先 是找到合适的转向机和架势感 翻新已经损坏到不能用的软底 然后就是最紧要的 将这台发动机的裂缝修好 这真的是一场大修 300斤的发动机修完可能剩250斤 也可能变成350斤 又或者他们要更换一个新的匹配发动机 一切都太麻烦了 最重要的是两人最多也只有一周的时间 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都没有这台发动机大 要想进行修复 恐怕得再请援助 福兹找到了一位焊接工程师 当发动机进行修理时 蒂姆也在找其余的配件 他联系到配件厂表示自己要一套 1938年的架势感和转向箱 工作人员材料都翻烂了 最后勉强找到一套适配的VW转向箱 时间紧迫 蒂姆希望他们能24小时内发火 没想到这次竟然意外的还有库存 蒂姆兴奋地想隔着屏幕倾客服一口 少了一项麻烦的工作后打算维修NG的彻底 原厂的配件早就报废了 因此蒂姆需要打造一个新的 他拿上框架 打算去拜访一位古董车大师 去之前他又神神秘秘地到超市买了一堆巧克力 收到巧克力的白发大师表示 礼物到位什么都好买 但当他看见这堆腐烂的框架时 眉头都要皱成于尾纹了 蒂姆不想再听大师的唠叨 捂着耳朵直接跑 要解决这个麻烦的工作 或许还得加一箱巧克力 工作室里 福兹还在为这栋千疮百孔的威楼做警察 小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 福兹唯独就怕遇到无法使用的配件 因为短时间内 根本找不到一个70多岁高龄古董车配件 福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检修时默默祈祷 福兹忙活地脚打后脑勺 蒂姆这边又给他带来了新的麻烦 可能是巧克力没有到位 古董车大师表示自己需要看见原厂车 才能进一步修复棚底 发动机送出去了 车也送出去了 福兹突然发现自己现在除了祈祷什么都干不了 他花费了一些时间 找到了另一位MGTA车主 这是一辆还能开起来的MGTA 但当车主刚买下来时 也是破旧不堪的 或许福兹可以在这位车主取取金 另一处的工作室里 焊接专家布莱克正在修理两人送来的MG发动机 蒂姆作为帮手来报道 或许他是想继承失传的修复技术 发动机上有两处裂缝 布莱克已经修复了一处 接下来他要为蒂姆展示自己是如何修复剩下一处的 裂缝部位被钻挂 然后打上螺栓固定 最后用金属锁连接这些螺栓拉紧 整个过程就像手术中缝合伤口一般 布莱克又用一种胶填充金属间的缝隙 然后将这些金属敲打进去 蒂姆似乎真想学会这些技术 忍不住上手 经过抛光默打之后 最后一处裂缝也修复完了 就差车顶的修复了 这是一项细活就算在着急也得一点一点的裁剪拼接 这样才能保证完整度 终于在第五天时 这辆MG重新回到了工作室 它有了新的顶棚 还原度实在让福姿吃了一斤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就当两人以为接下来可以高跟猛进的时候 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这根新的架势杆 短了六公分 成功已经近在咫尺 两人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就放弃 蒂姆用最后的时间联系厂家 他们为蒂姆又更换了一根架势杆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福姿此前的祈祷友回忆 这次驾驶感长度正好 大体上修复完成 福姿终于可以听听这台发动机的声音了 如此美妙的声音 这一夜注定无眠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一场古董车展览上 车主德里克的车也被悄悄运过来 在一众古董车里闪亮的红色MGTA 总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作为古董车爱好者的德里克 当然也不会缺席 维修师们假扮成记者采访 当德里克提到自己的那辆红色MGTA时 蒂姆悄悄揭开了幕布 老人家激动地站了起来 围着车不断打量 这一刻 他仿佛与这辆车一起年轻了起来 往事止不住地在他脑中浮现 如果你有MGTA你会做什么呢 如何拯救一台50年前的经典房车 老男人布莱恩一生都是房车车迷 他的房车承载着一家人几十年的记录 布莱恩在年轻时买下了这辆九成新的房车 在那之后就非常珍惜呵护他 可有缘人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折磨 上了年纪的布莱恩患上了各种毛病 这让他不得不放弃这辆车的维修保养 看着慢慢上锈的爱车 布莱恩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此时维修师二人组 已研究名义借走了这辆车 布莱恩的院子里停着许多辆 但唯独这辆房车是停在仓库中的 即使是废弃多年 但还是将它小心地保管到仓库中 这是一辆生产于1971年的大众房车 也是第一批平头汽车 在当时独一无二的飘窗 使得它很快就受到大众的吸引 如今这辆房车已经停转多年 但上面还是能发现维修保养的环境 布莱恩在多年时间一直尝试着修复 但年事已高的他患上了中风 右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 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一切体力活动 看着一院子收藏的老旧车 要是问到布莱恩最想把哪辆车修好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的房车 就算他知道再也不能修复这辆大 还是不时地为爱车寻找文件 就像再救一位医治不好的病人 维修师们将车运回了工作室 他们要为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坐在车里 蒂姆和福兹还能找到十几年前的生活用品 可以想象到 当初一家人真的把这辆车当做了另一的家 为了完全还原车辆 两人不会移除车内原有的装修 但这些发霉腐烂的窗帘车座真的需要换心 蒂姆抬起副驾驶车座 没想到下面竟然能伸展出一台烤肉夹 这就是房车给人带来的快乐 处处是惊喜 或许他们可以再大胆一点 一手开车一手烤肉 但没想到一台来自几十年前的 大众甲壳虫的四缸发动机 经过简单调试过后还能点火 但需要换一套新的排气 然后蒂姆带着老旧的座椅找到了一位高手 要为表面的皮革进行重新上色 尽管皮革保存完好没有划痕 但这橙色像烟火腿一样 想要修复如新 估计还得下一番功夫 然后就是房车上这顶帐篷 上面的塑料也因为时间原因骤锁 估计还要换新 蒂姆又驱车来到大众配件厂 这里陈列着许多老旧大众汽车 其中就有他们要修复的房车版本 估计在这里能捡到一些宝贝 车厂里的福兹在为车表面的袖剂做处理 但有些车顶部分的袖 要将整个车顶拆下来才能去除 福兹决定先将这一部分标记 然后他将标记部分的车皮切割下来 这样做有些难看 但这是除了替换掉整个车顶最好的办法 他找来一块其他车上的车皮焊接过来 在经过打磨喷漆过后将与原来无异 蒂姆这边 他在配件厂找到了许多能替换的部件 车门 保险杠 一大堆配件写了一整章纸 如此照顾老板生意 老板也是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房车借给蒂姆开 蒂姆也终于得以体验到这辆车的乐趣 开上这辆车的瞬间 就仿佛在进行一场没有目的的旅行 但不必感到匆忙 这辆车会让你沉淀下来 因为不论在何地 它都会为你提供一个家 拥有这辆车 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蒂姆特地带上福子准备体验一下几十年前的房车生活 打开音乐再背上一瓶老酒 还可以在车上做一盘热乎乎的咖喱饭 然而要评价一辆房车的好坏 还是要看自己能否在里面睡一个好觉 将座椅折叠后 这里能提供一个不错的空间 车顶棚的设计也让车内能有一个良好的通风环境 享受一夜过后 两人还得继续维修工作 福子检查了后轮的悬挂 虽然用的还是老旧的技术 但这一技术的优点也在此时体现了出来 那就是异于维护 只需要拆开悬挂 更换里面的轴称机口 然后就是前轮 因为大众车在变速器上的设计 前车轴 刹车和悬挂都在一个单元里 他们索性进行了整体的替换 底盘部分就这样完成了整体换新 蒂姆来到之前的工作室 看看座椅修复如何 换上新皮革的效果 简直让蒂姆震惊 就像是刚出场一般 随后他还要裁剪一些布料作为窗帘 但这对他不难 此时车厂里他们要对整个车身进行喷漆 虽然要花费一些时间 但这是让这辆车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 喷漆过后 工作室的众人要对所有配件进行最后的组合 他们调教引擎 从装了车顶 还特意找了撰写工 为这辆车写下他专属的名字 虽然工程已经临近结尾 但事情似乎总也做不完 两人一直忙活到四点 终于在最后一天完工了 这辆从获新生的老古董事时候与他的老朋友见面 布莱恩的女儿首先见到了他们的车 简直不敢相信 这辆车在七天前还是一堆散落着零件的报废品 看向车内 崭新的内饰不由地让他回忆起 一家人旅游的场景 但将这辆车重新交还给布莱恩 还需要一个借口 布莱恩此时在学校等待 他还以为自己的车只是被送到学校进行研究参观 但当他发现车上被蒙了一块布时 心里盈盈感到了不对劲 或许是自己的孙子搞遭了研究 他不敢继续想 结果揭开幕布后 布莱恩瞬间就红了鼻子 他紧紧拥抱着自己女儿 仿佛自己年轻时 带着一家人旅行的画面浮上了心头 在三个星期前 布莱恩的车还锁在花园里不见天日 修复的梦想对于布莱恩遥不可及 而如今 他的梦想重新实现 满是秀季的车漆早已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闪闪发光的杜格层和漆面 像是回到了1971年布莱恩第一次买他的那个下午 潮湿腐烂的内饰也一改往日面 似乎已经为了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布莱恩满眼泪水 已经70岁的老男人 如今却有人替他完成了梦想 再次坐上这辆车 再次载着一家人 布莱恩正进行这一场名为时间的旅行 一辆70年前的路虎车现在怎么样了 这辆结满蜘蛛网的路虎车 曾是一位女赛车手的作家 如今这辆车传到了他女儿手里 但昔日的公路霸主还是经不住岁月的洗礼 大量的机械故障 使这辆车已经废弃了16年 车主的家人找到了汽车维修二人组 希望修复这辆传家宝 打开车库 没有人不会被他惊艳的外表折服 要知道 这是70年前的产物 看着这台古老复杂的机器 总是有一种时代的气息家常 该车型是由英国在1948年量产的公路越野车 林立的外表很快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具辨识度的汽车之一 80英寸的轴距赋予了极强的越野能力 也让它的外观能再添一份霸气 车主的丈夫单位我们讲述了这辆车的故事 她的丈母娘 也就是这辆车的第一任车主 曾开着这辆车参加各种越野比赛 摆满桌面的奖章就是这辆车曾经辉煌的证明 但悲剧却在这时降临了 车主萨曼达的母亲在51岁时患癌症驱失 这个家庭的美好日子从此也一去不复返 维修师们假装路虎展览会上的工作人员 找到了萨曼达 她的母亲曾是路虎圈子里有名的女车手 曾一度留下过属于自己的一段传奇 她的父亲在她11岁时就去世了 而母亲去世后 陪伴她的只有这辆车 车上凹凸不平的破损是她与母亲生前美好回忆的见证 齿轮箱里也积满了污垢 这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萨曼达没有修复这辆车 她想将记忆与车一同封存 但现在 她希望能让这辆路虎重现往日的辉煌 维修师蒂姆和福子两人在萨曼达不知情的情况下 悄悄带走了这辆车 他们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将它修复无处 并且给车主一个惊喜 回到工作室后 两人发现这辆车存在的问题比看上去大很多 这就意味着修复工作量巨大 福子看着底盘不由地不断发出赞叹 各种精密的部件神奇的组合在一起 让整个底盘结实地和石头一样 蒂姆还发现这辆车到处都是秀吉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 刹车也有很大问题 总结过后 两人需要拆下车身重新喷气打磨 尤其是老旧的锡质车顶 然后更换一套刹车系统 残旧的引擎也需要检修 当然 两人也打算保留一些原本的味道 不平整的保险杠 凹陷的车门 毕竟这才是越野车的乐趣 蒂姆打算先对车身进行拆解 这些设计便利 结构简单的车门 顶棚 很轻松的就可以拆卸安装 然后是引擎部分 福兹要先对这台可靠的老机器进行一次测试 时隔多年 这辆路骨再次发出了自己高亢的目标 硕大的涡轮也是这台发动机的亮点 福兹发现涡轮虽然还能正常运转 但存在一些漏油现象 这些漏出来的汽油会流进气缸 这就好像水被枪进了废里 对于引擎来说是致命 损坏的涡轮必须拆掉进行更换 幸运的是 蒂姆找到了一位涡轮大师 这项工作就只能交给专人完成了 福兹在检查车辆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外置仪表 这里能读取机油压力 水温和涡轮压力值 这是车主的母亲参加比赛时专门定制的 现在福兹要想办法 将这些仪器再次连接起来 恢复到车主母亲比赛时的状态 蒂姆带着涡轮找到了涡轮大师 这绝对是她见过最大或者最古老的涡轮 大师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这是一家航空公司制造的涡轮 要想修复潜在的问题 他们最好祈祷不需要更换零件 因为这些东西早就停产了 算糟糟的电线缠在一起 他们只能像拆炸弹一样提心吊胆的尝试 拆开涡轮过后 大师果然发现了不寻常 其中的叶片是自己从未见过的形状 要想进行修复 除非找到一个构造相同的涡轮 如果修复难度做一个评级 满分是100分的话 那大师给出的答案是99分 剩下的一分只能给予奇迹发生了 修复进度一筹莫展 蒂姆和福子打算先体验一下这辆老路虎的幸运 他们来到了路虎车展览会 这里有一辆相同型号的路虎车 两人得以体会到这辆车昔日的辉煌 这辆车已经出世 就受到了农场主和军队的风抢 因为它的狂妄能挑战任何地形 山路 水路 畅通无阻 很难想象这是40年代的差 这也就是为什么 路虎能发展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品牌 一番享受过后 他们要再次回到工厂了 涡轮的修复还没有进展 他们还要面临更多的问题 他们要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重复工作 打磨整个车身 为后续喷漆做准备 蒂姆很快就厌倦了 他准备去研究一下车顶 打磨车顶需要一样特殊机器 那就是喷砂打磨 利用高压力喷枪 除去表面嗅剂 整个车身和车顶都修复完成后 福兹开始着手修复刹车系统 前刹车状态良好 但后刹车已经进满油污 刹车片本需要良好的摩擦力 如今却被油污润滑了 这就是车主抱怨刹车不灵敏的原因 福兹要为他换一套刹车盘 蒂姆这边找到了一代路普车型的专家 询问关于车窗的问题 专家为他提供了需要的车窗玻璃 并且在看过照片后发现 他们的车赛进了一个本部 属于他的航空涡轮 这样做很危险 专家打算与蒂姆一同回去看看这辆车 因为前任车主的改装 这辆车的发动机部分 已经没多少是原装的 虽然配置看上去很豪华 但也导致了修复工作无法进行 看来问题都出现在这个后家的涡轮上 而涡轮大师这边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他发现涡轮的问题就在这个小小的密封圈上 但没什么事前解决不了的 老师傅翻遍了自己的存复 终于找到了能替换的零件 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 福兹赶紧装上涡轮进行测试 结果一切顺利 他们接下来要将整个车身 最后的收尾工作也完成了 今天 福兹开着萨曼达母亲的冠军路虎来到了车主家中 这辆60多岁的老鹰 如今却像刚下生产线一样 萨曼达的家人为此感到震惊 但他们更期待的是 车主本人见到这辆车时的反应 重新修复过后的路虎 带着原本强劲的动力缓缓使来 这低沉的排气声昂 对于萨曼达来说还是如此熟悉 坐进驾驶室 当年他母亲使用的仪表还在运转 重新开启这辆路 萨曼达继承了他母亲的热爱 和那段激情的岁月 80年代的超跑 修复过后重新上路是什么样子 这辆保时捷是比利的梦中情车 直到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次意外 为了照顾患病的妻子 比利不得不让他的爱车变得秀气斑斑 汽车救援队来到车主比利的家中 保时捷911就停在院子里 这是一辆1984年生产的保时捷跑车 3.2TV6发动机 最高时速241英里 0百加速5.6秒 自带宽体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超级跑车 维修师福兹已经对这辆车爱不释手了 而蒂姆则是想更多地了解 这辆保时捷与他主人背后的故事 几年前 一场汽车事故彻底报废了这辆保时捷 车的软顶漏水 导致电机短路起火 最终烧毁电机以及座椅 而在这之前 比利的妻子就遭遇了一场车火 她的背部被迫进行手术 从那之后 她的妻子就需要24小时的照顾 比利是一个好男人 她细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妻子 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 并将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 汽车救援对假装记者对比利进行了采访 比利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照顾残疾的妻子 她曾一度感叹命运的不公平 为何不能让自己替妻子承担痛苦 女儿长大后 比利的生活终于轻松一些 她也如愿买下了保时捷 这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车 但命运有跟她开了个玩笑 比利被裁员了 为了养家糊口 比利不得不去接受去外地的工作 这也让她彻底地与自己的爱车无缘 比利的默默付出让她的妻子很感动 所以她打算悄悄给比利一个惊喜 希望修好这辆车 回到工作室 两人对车辆进行检查 挡风玻璃需要更换 内饰也需要重装 接线器 地毯 门线卡 还有车门胶条 最关键的还是车底的生锈问题 当他们将车抬起来之后 才发现工程量有多么耗大 底盘部分几乎都是铁锈 两人的工作主要分为几部分 翻新所有内饰和座椅 重装刹车 最后修复底盘生锈的部分 这里本应该是车辆最坚固的部分 如今却因为进水潮湿生锈车皮都已经腐烂了 车门想打开都费劲 地母甚至可以在车门缝隙中插进一根笔 车辆虽然整体看上去完好 但内部的所有部件都已经烂透了 没办法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修了 福姿在车身做好标记 然后动手开始切割 不得不进行刮骨疗伤的行为 除掉生锈部分后 他们要用钢板替换掉生锈的部分 奈何生锈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 估计修复完之后 车身已经没多少地方是原厂的 对于两人来说 这更意味着极大的工作量 他们整整花了七天 进行切割 板筋加工和焊接 为了让比利的车再次上路 这七天时间对于保时捷爱好者地母来说 简直就是地狱般的折磨 是时候转换一下心情吗 他们要开车前往一处工厂 这里是保时捷爱好者的天堂 各种经典911车型陈列在此 地母兴奋地指出每一辆车型的型号 如数家珍 但这里还有一辆为地母准备的特别型号 卡雷拉2S版本 如果有一辆车能让保时捷车迷疯狂 那就数它了 这是70年代生产的911系列最好的车型 限量1500台 售价却高达30万英镑 2.7双涡轮6缸发动机 绝对是保时捷发烧友的强力退烧药 体验完了70年代的911精品 他们要再感受一次让比利疯狂的80年代偶像 这辆金鱼尾911为何如此吸引比利和地母 福兹拦上一脚游 感受来自保时捷发动机带来的推背感 在车里的仅仅10分钟 福兹就从一个路人转变成为了保时捷的死忠粉 或许这就是保时捷的魅力吧 他的情绪从刚开始的质疑变为了兴奋 恨不得现在就买下这辆古董保时捷 感受疯狂之后 两人还是要回归现实 修复工作室里停着的古董 地母卸下了原装的巨大卡钱 作为一辆跑车 怎么能不拥有一个炫酷的卡钱喷漆呢 他们打算将卡钱做成黄色的 地母带着卡钱找到了一位师傅 但在师傅的建议下 他们决定将卡钱喷成红色 但在此之前 要让这个黑乎乎的卡钱重新闪亮 拆下内部零件 老师傅将卡钱放进了一台机器中 这台机器会将零件在传送带上 以各种角度清洗摩擦 类似于滚筒洗衣机 不到10分钟 这台机器就让里面的零件退了一层皮 车间里 他们还在对这辆车剩余的部分进行拆装 地母要解决这辆车漏水的根本原因 挡风玻璃下的车身生锈 导致电路在座位下起火 修复之后 福姿要重新安装这块挡风玻璃 绝不会让一滴水汽渗透进去 回到刷漆车间 这些干净的卡钱即将涂上外衣 时间剩得不多 看来地母要给老师傅施点压 她的夫人今晚要独守空房了 工作到半夜 地母顺利地将红色的卡钱带了回来 现在 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 接下来两人处理烧毁的座位和废旧的内饰 剩下的时间 他们要检修一下 这令人着迷的保时捷经典六缸发动机 四年的废气 究竟会不会影响其中的性能 地母接上电 准备打火试一下还能不能启动 结果让人很失望 似乎是燃料蹦出了一些问题 修复进行到一半 比利的妻子想来看看进度 结果当她看见拆的七零八落的车时 这位女士差点没晕过去 这个样子要是被自己的丈夫看见了 或许就得轮到她来照顾丈夫了 震惊过后地母保证再过一周 一定会让眼前这辆车脱胎换骨 地母打算先翻新一下这双烧毁的座椅 烧成这样的座椅还能抢救还是没救 维修师傅给出的答案是叹气 不过看着上面部分还算完整 维修师傅打算尝试一下 喷漆车间内 福字要对车身进行完全喷漆 涂上月亮蓝之后 这辆保识节也逐渐恢复了新的生命力 现在就差车座的安装 地母帮助维修师傅切除了烧毁的部分 然后取一块新的皮革进行焊接 福字这边也找到了一块新的玻璃进行安装 3.2升引擎也换上了新的燃油泵 福字期待它能重现雄风 成功点火之后 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半 装上卡钳 安装上新的座椅 还剩下最后16个小时 修复工作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他们召集人手 准备进行灯光安装 车漆打磨等最后工作 保识节车展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车主比利也买了一张门票 准备在结婚纪念日这天 回忆一下自己年轻时的热血 此时比利还不知道 自己那辆已经修复完成的爱车 正在赶来的路上 地母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她要在车运到之前 拖住比利 比利这边正试驾着新款的保识节跑车 而她自己的爱车已经终于现场 地母假装工作人员 邀请比利试驾一辆经典的911跑车 当门打开迎接着比利的是她的妻子和自己的爱车 妻子很感激比利多年不离不弃的照顾 这辆车也是她送给比利的礼物 看见自己的爱车时 比利兴奋地不断打打着 同时她也很感激汽车救援队为她圆梦 历时三周 这辆报废的保识节跑车脱胎换骨 汽车车身经过重新喷漆打磨 蓝色轮毂配上红色卡钳更显一分尊贵 烧毁的内饰也焕然一新 比利带着自己的一家人 重新开上了自己的爱车 自己已经不记得多少年没有这么兴奋过 岁月给予她的是创伤 而如今 她也重新找到了当年奋斗的意义 这才是人生的乐趣 福特2S曾是每个男车手的梦想之一 也是朴实的高性能车 07年艾德买下了这辆带修复的老旧车 但不断恶化的身体状况 中断了这个男人的赛车梦 艾德的妻子打电话找到了汽车救援队 他们打开车库 看见了这辆福特2S 对标大众的高尔夫GT-R 特制改良刹车加上直列发动机 给予了很高的可玩性 Rs代表公路运动车型 而福特的这辆Rs 是当年很多追求性能车的年轻人选择 蒂姆非常了解这辆车背后的故事 汽车救援队采访了艾德的妻子 当艾德年轻的时候 她曾一度为自己的车感到骄傲 曾经与自己的好友一同成为了公路男孩 这对她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 更是一种信仰 当这辆老旧的福特2S 出现在市场上时 一眼就相中了 她将这辆车买下 希望能将其修好重新上路 为了进一步了解 艾德为何放弃了汽车的修复工作 蒂姆又假装记者采访了艾德 她在铁路行业工作了20年 但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汽车 买下这辆车后 艾德甚至在结婚当天早上 还要起来洗一遍车 但一场大病改变了整个家庭 在98年艾德确诊了多发硬化症 病情越来越严重 后来连走路都不能保持平衡 如此状态 艾德不得不让自己的艾车 在车库中荒废了7年 对于一个汽车爱好者来说 简直是一种折磨 他们趁艾德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带走了这辆福特RS 回到车间 他们将车抬起检查底盘 福兹发现 这辆车改装了油箱和油泵 而油泵这里仅仅是用一个袋子束缚住 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在行驶过程中 袋子断裂油泵会直接掉下来 当即就会摩擦起火引燃油箱 并且车辆所有橡胶部分都已经老化 这也是这种车型让人诟病的一大缺点 进一步检查后两人发现 在众多的问题之中 有几项任务是亟待解决的 首先换新这辆车的刹车系统 更换潮湿的地毯和发霉的作用 为了保证还原度 蒂姆尽量购买原厂配件 但这样的古董车搜遍全国也没有几辆 大多数都已经报废得 比他们手中的这辆还严重 蒂姆的购买计划快要沉默了 另一边福姿带着助手们将车辆内饰拆除 他们发现这辆车内部也有改装的痕迹 并且改装手法有些粗糙 随后戴上防尘口罩 拆除刹车片等刹车部件 他发现悬挂上的弹簧被截断了一部分 很明显是之前改装的 但这样做也有隐患 重新安装时可能突然弹出来 刮破车子表面或者工作人员表面 取下弹簧后 可以清楚地看到断裂面 这弹簧必须要更换一个完整的 蒂姆这边 在网上购买无果后决定降低要求 先找一些方便寻找的部件 于是他就为福姿找到了 可以替换的弹簧和其他零件 随后拉着卸下来的车座 找到了汽修师傅 这位老师傅是内侍 顶棚修傅专家 得知今天是老师傅的生日 他还准备了一些礼物 希望这典型艺能打动老师傅 随后他们便将座椅拆开准备清洗换新 福姿这边拿着一块潮湿的车毯 用力挤压甚至能看见渗出来的水 导致车辆内部潮湿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块老旧的挡风玻璃 车底板里面的填充物 已经腐烂得像蛋糕胚子一样 随着福姿进一步的探索 这辆车的洞比奶酪还多 很多都是之前修复时粗糙的手法导致 更困难的是 靠近油箱的部分也有破洞 但这里不能用焊减 高温可能引人油箱里的油气 此时老师傅包下座椅表面 里面立马就掉出了材料分解剩下的泡沫 每一块步都要包下来 然后重新换新 这要耗费几天的时间 蒂姆听完着急地摇头 修复工作一筹莫展 蒂姆这边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他约了福特RS的车主大卫 打算亲身体验一下这辆老旧性能车 要说哪里最适合自由飙车 除了赛车场 那就是机场了 看见大卫的红色福特 蒂姆已经忍不住想要亲身体验一把 但爱车如命的大卫却不想让别人开自己的车 他坚持要拉着蒂姆兜风 这蒂姆哪能忍得住 在他的软磨硬炮之下 大卫终于同意将爱车给蒂姆体验一把 这辆车放到现在虽没有强劲的动力 但低矮的底盘使他能提供更好的操控力 让车主感觉到一切尽在掌控 极强的反馈感也能让驾驶员知道更多的路面信息 这简直是蒂姆试驾过最奇妙的一次体验 他终于理解了这辆车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 他开着车回到工作室 福姿却对他摸鱼的行为大为不满 但蒂姆确实需要一些压力了 因为车间内 修复的工作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蒂姆找来引擎专家来对这台福特发动机进行检查 拆开发动机之后 他们不免被内部情况吓到 去轴上的磨损很多需要打磨 更换轴程 活塞环 头部也要抛光再修复 听得蒂姆满头大汗 彻底修复大概要一周时间 而他们现在或许连一周的时间都没有了 回到车间 车辆现在还是一堆框架 福姿正在为车辆更换新的悬挂 避震器是可调节的 方便车主可以按照自己的驾驶和操控的意愿进行修改 蒂姆现在明白 首先要做的不是着手修复发动机 而是给这两位师傅好好地灌上鸡汤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拼搏 或许是厌烦了蒂姆的劳动 两位大师承诺三天解决问题 走出车间 蒂姆来到了一间汽车杂货店 她要购买需要更换的全部内饰零件和灯光 老板看着一大箱子零件还在思考这人是何方神圣 不知道的还以为要修情天主 是时候让这辆车重获新生了 将裸露的部分用车皮覆盖焊接 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喷漆 完全还原的象牙白车漆 让这辆老旧车看上去又如崭新出厂一般 将修复好的发动进装进车内 安装上引擎盖 车门 扰流板 车灯再贴上炫酷的拉花 来自八十年代的老旧气息完全消失 约定的时间到了 福斯将车带到了车展上 为了保证发动机的稳定运行 他又花了一整晚时间检修发动机 现在万事俱备 只等着给车主艾德一个惊喜 目不揭开 爱德看见了和自己拥有的一模一样的车 只不过这辆已经完好如初 到现在他还以为这辆车只是博物馆的展览品 直到他看见了车内自己留下的照片 三个礼拜前 他的车在阴暗潮湿的车库中腐烂 而现在却修复如初 摇晃的椅子没有了 潮湿的底板被拆除了 换上了新的可调节避震 赛车引擎彻底翻新 不会再有异想 爱德重新开上了自己的爱车 他的脸上也久违地露出了笑容 上帝关上了他的门 但也怜悯地为他开了一扇窗 爱德很感谢自己的妻子和汽车救援队 这是他在苦难的人间遇到的唯一真情 一辆